大家好 我是QRQ 歡迎大家收看貓一起練日文 又到星期一了 即是要開始我們每日一篇日本新聞的閱讀 我們就看看今天要看什麼新聞 今天我選了一個關於麥當勞的薯條要停售 其實上個月已經發生過一次 接下來他似乎又要停售這個薯條 我們就一起看看這個新聞 カナダから輸入する原材料のポテトについて バンクーバーの港で雪の影響などから物流が滞り 船便が遅れているためだと説明しました この間はSサイズのみの販売になります マックフライポテトは先月もバンクーバーの水害などの影響で物流が滞り 24日から1週間MとLサイズの販売を休止しました 日本マクドナルドは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すこと 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とコメントしました マックのポテトMLの販売 今度は約1ヶ月休止 マクドナルド 日本マクドナルドは全国の約2900店舗で マックフライポテトのMサイズとLサイズの販売を 9日から1ヶ月程度休止すると発表しました はい、これ有點長ですね? 大家不要被他嚇壊 那我們慢慢看一下 首先、整句的意思 日本的マッドナル宣布 將會從9日開始的1個月 中文寫得不太好 他應該是從9日開始 大約1個月程度 全國約2900家門店 暫停マッドナルMサイズ和Lサイズ的薯條銷售 我們可以看看日文句子 全國の約2900店舗 全國約2900店 然後、心カ 大家記得這個 是從的意思 日子9日 我們叫做心カ 不熟悉數字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相關的影片 看看 從9日開始 大概1個月程度 後面寫著1ヶ月程度 是一個很長的句子 我們先看整句 他說 他說 是關於土豆 是從加拿大進口的原材料 來的 他們解釋 因為受到大雪的影響 所以配送有延遲 海運服務 是延遲的 最後 我們看到他用 Setsume Shimasuda 即是說了以上 這堆很長的句子 說了什麼 第一句 Canada color 就是加拿大 從加拿大 輸入的原材料 接著 ついで 就是有關於 所以是有關於前面的一句 大家看得明白嗎? 就這樣聽的話 不能拍著手 給大家看 就是關於前面這件事 就是後面 關於什麼 就是受到大雪的影響 Yuki no Enkyo Nado Color 物流 有延遲 這個符那邊 這個旁邊 就有遲到 所以在這個期間 就只會出售這個S size 這個Aida 就是這個期間 這樣的意思 Mackfly potato 先月も Vancouverの水害などの影響 物流が滞り 24日から1週間 MとL sizeの販売を休止しました 是 那你說什麼 就是 就是因為上個月 就是因為這個溫哥華洪水破壞 也有導致這個配送延遲了 Mackdonna 就從24日開始 有一個星期 是停止售賣 這個M和L size的薯條 那可以看一句日文的話 就是 Sengezu Mo 就是上個月 Do Mo 是有Do 那樣的意思 那後面又見到這個 Sue Gai Nado 就是 Yaya Nado 那樣的意思 可能除了這個水 之類 還有很多原因的影響 所以就有這個物流的延遲 日本マクドナルドは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すこと 深刻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とコメントしました 最後一個 就是日本的麥當勞 就說回 對於帶來你的不便 我們深表這個協議 先看最後一個 とコメントシ とコメントシマスカ 就是 說了 評論 と 前面 就是 括著說的 什麼 他說了什麼 就是 大家經常聽到 日本人要說對不起的時候 而用這個敬語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說 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すこと 深刻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大家可以抄下它 如果在日本上班 也可以記下這句話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看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很短的一篇文章 但有些句子都比較偏長 但不是很難的 也是很容易的文章 所以如果大家慢慢拆開來看 就會更容易看 很多句子都用了 ともも ともも 即每句句子最後 例如 と発表しますた 或者 と説明しますた 可以再看 前面講了什麼 再看句子 希望我的一日一新聞 有幫助到大家 日文有少少的進步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找我和分享出去 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來吧